差一點昏倒 叫做 痛到 會瘋狂垂床 垂牆壁的那種程度 因為真的是超級無敵痛的 然後 要拉也拉不出來 要吐也吐不出來 直到後來 終於呢 吐了一 滿 滿 滿滿的馬桶螺絲 滿滿的 大平台 我吃下面線之後 吐出來就全部都是面線 我吃下面線之後 吐出來就全部都是面線 好像有點噁心啦 然後余聖呢就到 醫院裡面去看 醫生 但我沒有想到 他竟然要我打針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 怕打針的人 真的是 差一點昏倒 超級無敵怕針 我真的差一點昏倒 然後 剛剛 護士問我說 你要打 屁股還是打手 我問說 我看不到要摘氣球 然後媽媽說 那要打屁股 然後 護士說 看那麼緊張你也是躺在場上 不然你打一打你 然後昏倒怎麼辦 哈哈哈哈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 想快吧 反正打完之後是沒有什麼事啊 後來拉完吐完打完針 一切體力都恢復得非常良好 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嚴重的症狀 那明後兩天的活動應該是也可以蠻順利的去做演出的動作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今天的活動花絮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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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加油